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月31日 星期三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加快讯 近期 多名中国留学生自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入境时 遭美边境执法人员无端盘查 滋扰 并被注销签证遣返回国 这些留学生均持有合法证件 是在回国休假 赴第三国旅游或参加会议后返回美国 或在新生入学时来美 期间受到长时间询问 索协电子设备被检查 有的甚至被限制人身自由长达十余个小时 并禁止与外界联系 美边境执法人员的有关做法给中方留学人员学业造成严重影响 心理带来极大伤害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高度重视维护中国留学人员安全和合法权益 以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美方频繁对中国留学人员无端盘查甚至遣返 严重损害中国公民正当合法权益 与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 关于促进两国人文交流的共识背道而驰 我们强烈敦促美方停止错误做法 停止无端滋扰 盘查 遣返中方留学人员 切实将两国元首关于支持中美人文交流 鼓励扩大留学生规模的共识落到实处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仅提醒你来美留学人员 谨慎选择自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入境 同时入境美国时提高安全意识 详细了解美入境政策规定 提前做好行前准备 带其入境资料 留存校方联系方式 如遇美边境执法人员盘查 沉着冷静 理性配合 妥善应对 如遇不公对待 请记下现场执法人员信息 认真核对需签署的文书内容并索要备份 留存必要证据 事后可通过其主管部门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方网站进行投诉 或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并联系中国驻美国使领馆寻求协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检方在周一提交的一份刑事起诉书中说 明尼苏达州一名男子被指控身穿AX制服进入一所住宅企图抢劫 结果演变成一起血案 导致三人死亡 根据明尼苏达州阿诺卡郡地方法院提交的起诉书 37岁的阿朗佐明哥面临三项二级谋杀指控 这些指控是在没有预谋但有意图的情况下犯下的 起诉书称嫌犯使用了枪支如果被判有罪 可能会增加刑期 检察官说 这所位于明尼阿波里斯郊区的住宅内外的监控录像和音频显示 明哥周五中午刚过就开着他的日产汽车抵达 打扮成AX快递员的样子走到前门 他被允许进去后 用枪指着里面的人要钱 检察官说 与明哥一起的还有另外一名身穿AX制服的人和第三名嫌疑人 他们都进入了住所 其中一个拿着一个盒子 AX说 明哥此前被雇佣为假日记临时工一直到1月中旬 起诉书称 卧室的摄像头拍到了被告朝一名女子开枪 经阿诺卡郡警长办公室确认 这名女子是42岁的香农帕特里夏荣格沃斯 该办公室周一在一份声明中说 他的儿子 20岁的豪尔赫亚历山大雷耶斯荣格沃斯 和他的丈夫 39岁的马里奥二贝托特雷或埃斯特拉达也被杀害 检察官说 两名不到5岁的孩子幸存下来 可能目睹了暴力事件 检察官说 调查人员在车上发现了一件AX制服和一个盒子 盒子上的指纹与明哥的相符 检察官说 明哥告诉警方他一整天都在家里 杀人的潜在动机尚未透露 一份支持调查相关搜查令的宣誓书称 埃斯特拉达一直在出售可卡因 芬泰尼和甲基本炳案 并将现金收入寄往墨西哥 警方在周五晚些时候 搜查了埃斯特拉达的一个仓库 发现了裸盖姑素 大麻 甲基本炳案 和一种未知名的白色粉末 诉状称 如果明哥被成功起诉 每项谋杀罪名都可能被判处三至四十年监禁 本周 一名来自加拿大安省的41岁男子 在美国承认了自己 在网上通过虚假的过敏测试公司 欺诈数万名顾客的罪行 据纽约州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发布的消息称 法庭文件显示 凯尔苏伊通过一个名为过敏测试公司 在网络市场打广告并实施欺诈 在2018年9月到2019年4月期间 该公司伪造了几万份测试 总价值约590万美元 共有超过88000名网上顾客被骗 美国检察官办公室表示 该公司声称拥有一种备受好评的 畅销的敏感性和不耐受性测试技术 只需一小撮头发样本 就可以确定你的身体对800种不同食物 和环境物质的反应 在收到顾客寄来的头发样本进行测试后 苏伊没有进行任何测试 并且把这些样本直接丢弃 然后他给顾客寄出一份虚假的 过敏和敏感性报告 声称已经确定部分食物和环境因素 对他们来说是安全的 而另一些是顾客会对其敏感的 应避免食用的物质 周二 苏伊承认了一项邮件欺诈罪 和一项电信欺诈罪 每项罪行最高可判20年监禁 美国检察官办公室还在声明中表示 苏伊已同意支付超过400万美元的罚款 检察官办公室在声明中还指出 在这宗案例的情况下 最大的潜在量刑判决将由国会规定 这里仅供信息目的 因为对被告的判决将由法官确定 量刑判决将在2024年5月30日做出 由美国地区法官进行 Williams还赞扬了美国邮政检察局的杰出工作 并感谢海德公园警察局 纽约州警察 多伦多警察局 美国司法部国际事务办公室和加拿大反欺诈中心 在调查中提供的帮助 以及西班牙政府与美国当局合作 将苏伊逮捕并引渡到美国 多伦多警方在2023年12月的时候 也曾通报过此案 法国农民抗议风潮持续 农会宣布将从星期一起包围巴黎 周日 两名示威者在巴黎卢浮宫 向达芬奇的作品《蒙娜丽莎投掷南瓜汤》引起策目 所幸蒙娜丽莎被一层防弹玻璃保护躲过一劫 抗议者在投掷菜汤后 一边一个站在蒙娜丽莎话前称 我们的农业系统病入膏肓 我们的农民死于工作 三分之一的法国人并不是每天都能吃饱肚子 两人说完后 随即被警方带走 奴福公方面表示 两名抗议者之前 把南瓜汤藏在一个咖啡壶里进入馆内 按照馆方规定 所有人都有权带食品进入 馆方多年前曾试图禁止参观者带食品入内 但最终放弃 因为游客照就可以在博物馆内部买到食品 法国新任文化不常达地女士 在X平台上谴责说 蒙娜丽莎是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 属于未来的美代人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用来将其当作靶子 常年在卢浮宫展出的全球知名的达芬奇名作 蒙娜丽莎 因观者居多 从2005年起 一直陈列在装甲玻璃后面 但已多次成为破坏行为的受害者 例如 2022年5月 有人投掷奶油馅饼攻击 几年来 一系列激进行动 把把子对准了世界各地博物馆中的作品 2022年10月 两名身着Just Stop All T恤衫的年轻女子 在伦敦国家美术馆 将两罐番茄酱喷到放高的杰作 向日葵上 然后将自己贴在墙上 高喊 什么更有价值 艺术还是生命 好在向日葵也被玻璃保护着 还有些活动人士在马德里的戈亚画作上沾上双手 在华盛顿德加的14岁的舞者周围的有机玻璃笼子上 涂抹红色和黑色颜料 或者在柏林附近波茨坦的莫奈的杰作上涂抹土豆泥 最近有大量商品正从货架上下架 包括食品和服装 因为加拿大卫生部和加拿大食品检验局 最近发布了一系列召回通知 影响了包括Costco和Dolarama在内的超市 Costco为此向消费者道歉 要求购买燕麦棒等产品的消费者不要食用 立即退货 可获全额退款 由于可能接触沙门市军 自愿召回了燕麦棒和谷物的多个品种 其中包括从Costco购买的一些商品 该公司在其召回页面上表示 沙门市军是一种可能引起腹泻 发热和腹部静卵的细菌 大多数人无需治疗即可康复 在某些情况下 腹泻可能非常严重 以至于患者需要住院治疗 老年人、婴儿和免疫系统受损的人 更有可能患上严重疾病 Costco表示 截至1月12日 尚未有与这些产品消费相关的疾病报告 Costco声明说 请不要消费、提供、使用、出售或分发被召回的产品 如果您购买了上述被召回的产品之一 标注最佳使用日期为 2024年1月11日至2024年7月9日之间 请将其退还给Costco以获得全额退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